其实还有一种状况是这样 就是说自己是自己有问题 并不是对方有问题 自己主动想分手 可是不想讲那个状况 那可是又想分手 H这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就我觉得刚好在这个世代 好像蛮常出现 我身边蛮常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大概40几岁 可能将近50岁 可能宏伟也好 我也好 或者想小钟 我们这样的年纪 我们要交往的女生 大部分现在碰到可能都20几岁 或者30出头岁 然后很妙的就是说 20 30岁的女生 他们在性方面的需求 其实是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需求量 但对我们来讲 男生过了40岁之后 性能力是完全下降 所以很多 我身边有两三个这样的例子 就是这样的小女生 碰到这样的大叔 开始交往之后 大叔很大男人 可是他无法再展现 他自己的凶风 所以呢 他就想要跟他的女朋友分手 然后理由是告诉他女朋友 是说因为我无法满足你 所以我们就这样分手吧 因为他们真的可能 三个月可能才一次 有了可能半年才一次 那女生可能当然就 可是 40几岁 40几岁 我身边很多 我是没有这个问题 我知道你还强调这个 不用补充说明 很怕被认证 是真的 对 他在讲那个H字几 没有 其实我也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角度在身边没有问题 但很有趣的一点是说 这些女生 她们都不在乎这件事情 反而都是男生 女生不在乎吗 女生都不在乎 女生都会告诉我说 其实真的没有关系 我们女生不在乎 即便我的需求 现在很大 可是我自己可以解决 但是我真的那么爱你的话 我觉得很难得 再遇到这样的男生 可是男生 他就打定主意 要跟你分手 后来私底下 比如说我跟这样的男生 聊过天之后 他们才会讲出一种 心里面的潜台词是 我要跟他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我知道 他现在讲的是现在的话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荷尔蒙退散之后 女生的需求量大的时候 我觉得他一定会 在外面找别的男人 我不讲戴绿帽 所以我要跟他分手 所以他的心态是很矛盾的 他是其实有个恐惧 对 就是未来他其实是会偷人 对 他觉得女生 因为毕竟 你不可能30岁 过后我都没有性需求 然后一路跟你走到 因为男生只会越来越往下 能力只会往下掉 可是女生可能到30几岁 到40岁 可能还会照有一波高峰上去 那我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觉得男生 也会讲出这个理由 不管是对现在交往的女朋友 或是对于妻子 不管说我年纪 或者什么性生活 或者雄风之类的 他想要打散这一个 但是他的心态 却想要再找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的案例里面 蛮多的男生是这样子的 他用这个理由当作是一个借口 并不是因为说真的体力下滑以后 就不再去交往 或不再去谈恋爱 反而是说想要辞退这一个 再想换一个新的 我觉得这样心态男生也蛮可疑 不过请教吴老师 刚刚H讲到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女生说我不在乎 虽然你年纪大我很多 然后那个性真的他不在乎 这是真的吗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男生的恐惧就未来他会 他可能会去偷吃 男生有这种恐惧其实很恐怖 这个也是真的吗 如果女生他可以讲出我不在乎 那就表示这个男生 除了性生活这一块 其实有其他的部分 其实是强烈满足这个女生的需求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重新回来 去思考一件事情是 我们一个人在关系里头 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除了两个人在一起 恩恩爱爱的感觉 只剩下性爱吗 其实对女生来说 有很多层次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一个部分是 你在关系里头 你能不能去信任他 已经讲出来的东西 因为你身上有很多 我很欣赏我很喜欢 很吸引我的特质 所以性它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像H那种人很肤浅 这跟只有两瓶没有玩 郑大哥在投射是吗 对 但我觉得第二个是 就是刚刚H在讲的 就是这个雄风的部分 其实回到男生自己身上是 他能不能接纳自己身体的老化 这是一个层次 在第二个层次 我害怕你偷吃的那一个害怕 你在关系里头 你有没有能力讲出来 因为那个讲出来的能力 叫做我自我接纳的能力 跟我可以去展现脆弱 其实亲密关系 到底怎么样才会亲密 不是性爱那种肉体的结合 才亲密 这两个人 我知道你在我面前会展现出 其他人看不到的 那个脆弱面下 那种 那种女性被激起的 那种亲密感跟母性感 才会是他想要一直待在这个男生身边的 那一个部分 那女生想要看到男生的脆弱感 真实吧 真实的脆弱感 真实的那一面 那个恐惧 那个恐惧感 女性看到他最亲爱的人 那一份恐惧感的时候 其实不会把他拿来当把柄 当然如果我说不成熟的状态 有可能拿来当把柄 但是一个成熟的女性 他看到他的伴侣 有那个脆弱的面向 其实他是会想要保护跟照顾 甚至是会让彼此是更亲密的 因为别人看不到你那一面 你在外面都是熊九九气昂昂的 你在我面前不是 你在我面前 你可以自在的当一个小孩子 或者你可以自在的展现 那个脆弱的样子 我们是彼此相互依赖的 所以像我以后如果说 到了那种状况的时候 做完那件事情 我不行 我会哭的跟他讲说 亲爱的我真的不行 你叫我该怎么办 我表现这种脆弱的部分 他会反而更珍惜我 是这样的吗 如果你是诚心诚意的表现 你刚刚是看起来就有点真眼 但是我补充一下 你刚刚看起来很贱 你刚刚看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接 对啊 女生都不想 我现在就怎样 我表现我脆弱的一面 没有感觉到吗 没有 但我补充一下刚刚吴老师讲的那部分是说 我觉得 心里想的就会是眼睛所看到的 我觉得男生会有这种疑虑 就担心说女生因为你的胸空不照 去外面透视 其实这是反射男生自己心态 男生会觉得 如果女生他今天没办法跟我做 我可能就会去透视 这是男生心里面想的 大部分男生心里面 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 对于男生来讲 谈恋爱在 信赖在谈恋爱这个里面 他的比例占得非常非常的大 他认为 他就会把自己的心态投射到女生心态 就是说 因为对男生来讲 如果今天我跟那女生没有信赖 男生就会觉得 哇 我这段感情差不多都瘦掉了 可是 真的吗 你问洪伟嘛 我觉得洪伟是比较标准的 男人的那个 我就不会问艾菲尔老师了 对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他比较有在修行 对 是这样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男生就是投射这样的心态 认为女生也会跟他想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男人的心态是可疑的 所以男生的爱情以性爱为主 我觉得对 像刚刚艾菲尔老师讲了一件事 他说有些男生用这个段落的理由 把这女生推开 他即便去找了另外一个女生 虽然 即便他可能不是只是理由 就他真的已经雄风不在了 但他用这个理由把这女生推开之后 男生还是有欲望 想要再去找别人 即便找那个女生 我还是跟他没办法办事 但我还是想 男生那个欲望是永远到老都不会 那女人的爱呢 女人的爱这就要问问 对不对 女人的爱其实我 我们坦白讲 我觉得以我自己好了 我不能代表所有女人 可是我知道大部分女性是 性爱对我们来讲 好像真的是没那么重要 我们比较care是心灵层面的交流 就是说因为女生 我们沟通跟表达感情的方式 是用嘴巴诉说的 心灵交流的 男人在表达爱的方式 很可能是肉体上面的 温存比较多 对不对 站得比较多 所以说当我们女人会认为 这个男生跟我们在一起 其实性爱这方面 如果说我们今天次数太少 或是减少 我们care是说 当我们在心灵需要 抚慰需要照顾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听我说 你愿不愿意当我在受伤难过的时候 给我安慰 那才是我们比较想要知道 我这边有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们刚刚在讨论 男生可能是比较欲望的动物 那么结论女生可能是比较精神面 或者是比较重视 他要的是爱情层次比较高的东西 那么我这个案例呢 他是一个当人家的第三者 那么当人家第三者 大概有一年八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这一年八个月的时间 他觉得这个男生 是他在最近一阵子交往里面 他觉得是非常符合他 可以想要爱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男生也对他很好 会送他礼物 那么这个男生也会很殷勤地 跟他每天电话联络 但是呢这个女生呢 他现在来找我咨询 他的一个抱怨是什么 他觉得抱怨就是说 他觉得说这个男生满足了他很多的一切 但是唯独这个男生没有说我爱你 对他就是说他说这个男生的现在是婚姻中 但是他跟他太太关系不好 然后呢他把他家里面所有事情跟他太太所有事情 他生活当中每天事情都会很细节地告诉这个第三者 那我说那你这样还不能够获得满足吗 比如说你要的东西都已经得到了 但是这个 这个这个 我这个咨询的对象就觉得说 他觉得他们的关系里面 他他想要更进一步的是比较属于精神上的这个满足 他觉得他已经满足 这个男生虽然给他很多物质的部分 会送他礼物 会送他花 但是他觉得说 我爱你这三个字 他觉得是没有办法从这个男生得到的话 他觉得是这份爱的一个缺陷 所以我就说那你未来的这个相处跟交往 那为什么那男生讲不出来 他跟我讲说 他说这个男生他觉得是说 他会做到他能够做到的事情 因为他那个男生可能认为说 我如果说了我爱你 等同我要娶你 因为那个男生他现在是没有办法离婚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说女生在爱情里面 他们现在的这个相处 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天天见面 但是这个关系仍然是维持 会仍然是延续 没有见面就是没有性的关系 为什么这样疫情没有办法天天见面 我们四天年假都筛成这样 就他不是在那个啦 不是在台湾 不是在台湾 所以我觉得从这边来看 就是说女生真的是 在爱情里面跟男生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吴老师请教 女生那句那三个字很重要吗 我爱你 女生那三个字大部分来说都很重要 那当然回到一部分是我觉得台湾男性本身是一个比较缺乏爱的表达能力的一个民族 所以就你知道从小你就没有听到太多就是我爱你我爱你这些词汇的时候 你其实进到亲密关系你就会很渴望你的另一半可以给你这样子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再回来再去讲一件事情是到底女孩子从什么样子的状态下她可以感受到被爱 其实我心理学家有提出有五种爱的语言 虽然说这个已经有点老老旧了已经就是后来也有些人 已经有点老旧的知识就是第一种呢叫做惊心时刻就是我们这样两个人坐下来好好的吃一顿晚饭 然后一起看Netflix这种感觉叫做惊心的时刻他会感受到被爱的感觉 惊心就是很精致的一个相处的时刻那第二个是就是那种亲密的语言就是我好喜欢你啊 谢谢你帮我做这么多事情啊赞美啦这样子那第三个是就是送礼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亲密的接触就是有被突然就是被抱住啦这种感觉 那第五个就是一个服务性的动作例如我现在在咳嗽然后旁边就帮我拿来一杯水的这个 或者是他帮你就是知道你今天应该赶东西很累帮你带了晚餐来的这一个服务性的动作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男生都可以重新去思考是这五个动作是人人类大部分人类比较容易感受到被爱的一个语言跟行为 你做了多少那同时我觉得女性也可以重新去思考对于这五个动作我比较有感觉的是哪一个 其实都可以在关系里头核对但是我的确也看到真的大部分的人大部分人他们对于语言的那个需求量是很高的